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法很简单 不过端上桌 福菜肚片汤的幸福滋味 却总是让他难以忘怀 眼眶泛红因为空气中飘着福菜的香气 总是让他想起妈妈的味道 不过怀念传统味的同时 他也像妈妈一样喜欢变化菜色 跟大家介绍的是福香肉丸子 那主要是有香菇 还有我们的福菜 和酱油糕 胡椒粉 米酒 鸡粉 太白粉 和香油 我们也是加一大匙 把各种调味料加进猪后腿肉里搅拌 要增加香气 米酒也不能少 福香肉丸用福菜可以解油腻 而加点菜肝还能增加口感跟香气 福菜跟菜肝的比例是加强是1 所以肉跟菜肝的比例是2比1 要让肉丸香Q可口 还得使出蒸东腐 左右轮轮拍打 也可以让它更有弹性 而这样的口感绝对是1等1 香菇放点太白粉 再固定肉丸 再放上提味的咸蛋黄 送入蒸笼15分钟 香喷喷的福香肉丸就能出炉了 这道福菜创意料理 大家吃的津津有味 客家人靠福菜回忆小时候的甜蜜 不是客家人也能用福菜感动味蕾 用丸子 左福菜 丸子Q弹 福菜解蜜 一旁的肚片汤 热气蒸腾 翻搅着对母亲的思念 却也在创意的矿位中 找到属于客家的感动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